完成坎登模型之后,我们做图层管理,再配置 所以到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图层 找到这个标记,给它新增图层,按这个加 然后我们就给它留水号,比如说从2开始,22好了 这个把面板稍微拉出来,这样名称会比较清楚 按这个加,然后打22 然后一杠打天花板砍灯 好,不用打太多那个什么模型,因为那废话 我们做一个天花板砍灯,然后颜色你可以自己给它 颜色我就取一个这个颜色好了 给它偏黄色,按下确定 好,接下来把所有的这个群组物件这些 这不是有群组了吗? 它是群组物件 我看一下,这个还没群组,把它圈起来 右键给它群组 好,确定都是群组物件 然后每个单一群组,把所有的这个砍灯全部选起来 OK,选起来的情况之下,它也去按这个标记 让它加入了,因为它未加上标签嘛 所以你点这里 然后你就点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天花板砍灯 他们就点它 要把它进去 好,我们试试看对不对啊 如果它关闭应该整个都隐藏 这样是对的 OK,好,你可以在那边做测试 好,那再我们来配置好了 配置我们先从比较好去抓具的开始 我们从客厅的这个立体造型天花板 高层天花板去配这个三个砍灯好了 我们先配这一个 当然你要从大门入口玄关开始配也可以啊 不过因为那个要算距离 所以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空间啊 那我们这个空间,因为我们要做天花板 其他暂时先不用看见了 所以你把这个结构墙、结构梁跟结构柱呢 这几个先把它关闭 好,比如说你把结构墙关掉 对吧,然后结构梁 结构柱把它关闭 对吧,柱就看不见 然后楼板 结构楼板要把它关闭啦 好,再来这个结构梁把它关掉 像这样 所以你把结构体这个 结构柱、结构梁跟结构墙 还有结构楼板把它关闭 这样才不会整个都遮住哦 好,把它关掉 那关掉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来 来做这个配置好了 好,那门跟窗看了要把它关闭 我先留着,为什么 因为这样 大家比较找不到位置 像这个洛丽窗 洛丽窗 有这个图在这里 那个方向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客厅 我们从客厅开始 同学记得吗 客厅上面不是有一个 这个东西 立体造型天花板 对不对 那我们在立体造型天花板的高层天花板 这里呢,来配置 也就是说我们 因为它是长形的 所以我们希望高层天花板 我们就想办法这边配一个 三个砍灯 然后三组砍灯 这样子配 那我们顶灯呢 没关系 我们顶灯先用现有的 我们做一个四颗的顶灯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地方有三颗嘛 那这边有三颗 那我们待会来算一下 简单测一下距离 那这地方就四颗当成砍灯 OK 当然如果说你的 这个四颗砍灯的顶灯 你要换掉 你要换成造型顶灯 或者水晶灯 水晶灯类似 那你模型要自己做 OK 当然 你要去调用那个图块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还没做到那个模型 所以我们先用现有的砍灯先做 好 那我们这个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依照你上班的公司的这个 开会讨论 还有那个整个砍灯的流明照度呢 如果都没有问题 就依照 你们公司的设计去做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上 我们现在的练习呢 就简单了 因为我们的成板 我们成板当初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30公分 所以我们这个 从高层天花板这里 我们就做60公分好了 60公分 就是来60 像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边界开始 来配这个砍灯啦 好 那我们 那这个 我们先把四个地方都给它做60 把它拉出来 我们来试试看 好但是呢 我们要编辑这个 我们要编辑这个 群组物件嘛 因为你在外面做没有用啊 因为你看啊 它这天花板是一个群组啊 所以你的辅助线在外面做呢 到时候你点两下进去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辅助线它是 外层的 它是外层 所以你没有办法选到 OK 好 所以来外面点一下 然后我们整个辅助线先删掉 好 所以你要点两下进去啊 到这个 编辑它的这个群组之内 那我们点到上面这个高层天花板 点一下 你发现这个地方有选到这个面 这个面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编辑比较有意义啊 好 所以这个很简单 突然按这个辅助线 卷尺 那我们给它做60公分好了 突然从上面这里啊 点它 然后往这个轴 往这个红轴追踪 突然看你的方向 有了你的是绿轴 好那我打60 Enter 这样一条 辅助线 好那 四周都一样啊 所以我点这里 然后往这个绿轴追踪 打60 这样一条 好那另外一侧 点这里出来 给它打60 好另外一边 你如果觉得那个 窗很碍眼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好来我把它关掉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是客厅了嘛 同样把这个窗的元件把它关闭 对吧 那这样的话窗 窗才会被挡在那边啊 你把它关闭 好那我们继续 天花板继续 按一下卷尺 点它出来 给它打60 好那这四周都60了嘛 这样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要往内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 来我们先外面 左键点它 让它结束 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坎登的厚度 看这里 坎登的宽度 应该这样说 好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因为我们这地方吃进去 要吃到天花板里面 所以14嘛 也就是说这一段14 然后另外一侧是多少 39.5 39.5 也就是说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它是39.5 如果大家刚刚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我再标一次好了 然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是14 好那你说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 那我们到时候偏移的时候呢 就以这个数字数据为主 14跟39.5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个天花板 这边先结束命令 找一下那个客厅 客厅应该是在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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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用横向排列好了 像这样 这样 这样 好那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再做一条辅助线 然后这边再做一条辅助线 然后这边再做一条辅助线 让这一段到这一段等于14 然后一样 这里到这里等于14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可以 来我用一个颜色好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地方 的范围 那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的 坎灯的外壳内部 要把它坎进去的 我们先暂时给它做一样的尺寸 那你把这个面做出来 做出来 然后往上挤 OK 那你挤多后没关系的 因为反正它看不见嘛 所以我们就挤一个距离 好 那我们试试看来 所以这个 在外侧你要左键两次到群组那边挤 然后要选到这个面 这样才对 好那我们继续按一下卷尺 所以要点这里出来 39.5 39.5 右下角 这样一个 然后这边点它 一样39.5 好这个拉出来 14 它会记忆自己的动作 你这样点的往上滑 这个14 这样就对了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在这个编辑情况之下 按一下 矩形 矩形 然后你直接描它 从这里到这里 描一个矩形 我们先完成这三颗好了 然后等一下点灯后面再继续做 像这样 好 然后往后挤 要挤多少呢 我们这个先点外面好了 你可以把它挤 挤高一点没关系 因为看不见嘛 不过如果你要跟它一样的话 你至少 至少要 大于它的这个高度 我们看一下这多大 所以这个 按卷尺 点这到这里 你看是五公分嘛 比如说这段这段是五 所以你至少要挤五公分以上 好 OK 那我等一下挤六 好了 给它一点空间 我们才有办法看到那个线 好 所以非常简单 那你就是这个 直接把它放进去 好 对它左进两次 我们点这个面 按推拉 然后点它往上 给它打六 Enter 有没有 它就先挤上去 这个左进两次 有没有 它要挤六 这也是一样 对它左进两次 它会记忆自己的动作 OK 好 这样就没问题 好 它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把 模型给它放进来 那因为 这个已经做完了 暂时先这样做 那你把浮路线 把它解除掉 就是按 编辑 下悬栏编 有一个删除浮路线 ALT按着按1 这样也可以 对吧 这样四个孔就先暂时挖出来 那我们就直接把 来外面 先结束这个 因为它这个群组 不是自己独立的天花板 所以你要结束群组 点一下 这样 那我们用外部的这个 去给它组装 好 突然你先把一颗放过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组装 好 点它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先全部放外面 然后等一下一起伸进去 所以我们按一下 移动 那原土不要动它 所以突然你 你复制的时候就是 点这个点 点它 然后Ctrl 按一下 好 就复制了 有没有 它原土不要动 那我们直接把它搬到 搬到这边来 我这个放得有点圆 我这个放得有点圆 OK 好 那你这个先 先锁到 先锁到 先锁到这里 它会先露出来了 锁到这个位置 这样 这样锁进去 就要一个 那我们先把它复制完毕 看一下 这个 先给它复制完毕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你直接先放进去 等一下很难锁到个别的点 好 所以 所以我先点 点这个点 用移动命令点这个点 点它Ctrl 按一下 要把它复制 好 看你要用哪一个方向 突然我是用横向的先做 拉到这里 好 给它锁到 开口处 我觉得大家看得到吗 就是锁 锁这样 这样都可以了 这样都两个 它现在露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再选它跟它 把它复制过去 所以你按移动命令 抓一个角度 那我们点 当然是点这里 点这个 点它Ctrl 按一下 它就复制 这样两个 你看 两个复制 这样出来 好 就一路给它复制到 这里 然后卡到这里 点它 就搞定了 OK 好 那搞定之后 我们要把 让 让这个点 让这个点 往上到天花板 碰到这个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下面这个 是露出来的 好 那怎么做 你要四个一起选 不然你要做四次 来你点它 Ctrl 按着点它 点它 点它 这样四个都Ctrl 加选 选到之后 那我们就对着 这地方给它做移动 所以找一个你看着顺眼的这个 那个模型去做 那我就锁这个点 就不要锁错 锁这个点 按一下移动命令 然后锁这个点 点它往上 那你沿着 你这样 这不对啊 你也不能沿着绿轴 你要 因为它是高度嘛 你拉一个角度好了 我们拉一个角度 那沿着 蓝色的Z轴 这样也对 有没有看到 蓝色Z轴上 拉一个角度 然后就这样往上 你可以续蓝者不放 让它那个 正脚追踪 然后它会说在 贴到面上 这样就对了 在面上 这样都可以了 左键点一下 有没有 它就组装进去了 这样都没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 来 这个先按3D 因为刚刚跑掉 3D 你看一下 是不是组装进去 而且这个我们要砍进去 这样对 然后在天花板这里 你可以按 限价构去看就知道 限价构 你看 有没有 是砍到天花板的上面 然后还有0.5公分的 还有一公分的这个距离 OK 就像这种 设定 好的 你先完成这个 三个 砍灯 然后放在立体上 也天花板的 高层天花板客厅里面 这地方大家试试看 这地方大家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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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